九龍塘難開下道星期五早早竟現兩個可疑郵包 警方接報大為緊張 出動獨眼龍機械人即場引爆包裹 那兩個郵包上面分別寫著寄給大樓和Stanley號 其實在星期四晚已經有人發現他們放在難開下道的郵桶上 直至星期五早早有家長送小朋友上學 見到郵包還曾經上前拍照 之後有保姆車司機見到包裹 懷疑是寄給城中名人覺得有可疑所以報警 警方趕到現場後立即封鎖附近的街道 爆炸品處理組人員到場後出動機械人將包裹逐一引爆 軍火專家證實包裹內並沒有炸藥 只有三個玻璃瓶及白色化學液體料並沒有爆炸性 警方事後掀走液體調查 由按照包裹上面寫著的地址調查 其中寄給大樓的包裹 上面寫著灣仔上橋峰的地址 是由懷人置業及市區重建局一起發展 但三棟大廈都沒有包裹上面寫著G7的單位 而另一個包裹上面寫著寄去淺水灣的地址 也沒有Stanley號這個人 警方不排除有人搞惡作劇 案件已交給九龍城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